今天去水云江苏年卡上夫子庙一带的景区 江南供运科技博物馆 江南供运科技博物馆 艺术 碳花 房屋 冲纸费是公车盘费 我是应该坐的还是跪的 大金宝 科技最后一集一定是 军水质责 起压之国比天下 能做到第一步就不容易 清代科技 小土地 这些都是考试的小子 要在这里做一个 枯子鸟大成殿 小土地 小土地 乌衣巷口 西洋峡 李湘君故居陈列馆 李湘君也是情怀八雁之一 三寸一年 好不容易死 太高更也更过分 外面就是情怀河 古色古香的建筑 有种叛美味 上面擦的应该就是铜鸟 天然酒 窗索 天然酒 这个就是刚刚看的梅花洞 下面是 李湘君他们家乘船的地方 现在去吃南京 最好吃一家牛肉锅贴 李季清蒸馆 酒想不爬 香子生里 酒喝丝 刀雷刀雷 这个点 两三点点还这么多 你没了个小红糖不好 5块5 馄饨11 这个4块5一个 这个5个12块钱 现场上这个招牌 牛肉锅贴 一绝入手 原汁原味来 好多汁啊 好多汁啊 好吃 这真的 小红嫩他们尝出那种 牛肉的原汁原味 就感觉 吃下了一口 好多汁 难可爆吃 感受一下脂脂水 吃不完再等 这个肉是川牛肉的 好吃 但是要适量点 吃多了 还是有点吃不下 我这个流水好像是五九 现在下午两点 以前应该有一千 两千的营业额应该是有 两万 鱼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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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明者 乐山水和自会鱼 鱼也 鱼园 堂中有一千顶 值百年桂花树木 相比于李湘君故居 这边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 就少了一点生活的温和感 这间半开放的房间 有点不太理解 这一点隐私都没有 每一处天井的设计 它都是流水 留在家里的聚水 我才发现这个摇椅 竟然是一只蝴蝶 我在地上摇呀 它在天上飞 天鹅 天鹅也喜欢耍水 中间的在水一方 是他们独有的乐园 我们过不去 这个是鸳鸯我认的 成双成对的 还有那个头上戴鸡脚是什么东西 请追来 买了两个掃饼 一个天的一个现的 两块钱一个 腾蛙门 本来切钱两块一个 这个在扫兵有三明堂 酥脆 但是也太贵了 南京城门 它有四道拱雀门 一二三四 每道门都有一个千金闸 这边还有一个木门 相当于八重防护 到这个被攻破之后 这个千金闸才会放下来 藏宾洞 战时藏兵 非战时囤粮 据说上面像中乳石一样的白色石灰 是糯米铜油胜出来了 财神 沈万三吗 因为这边城墙 沈万三捐助了很多 眷居每块长庄上 建筑人的名字 南京城 不知天上公却 天心是和你啊 大报恩寺 圆明代 琉璃塔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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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门景区晚上是有夜游的 所以水云江苏的年卡 晚上是扫不进去的 你可以白天扫在里面待到晚上 看完这演出再出来 我是出来之后才发现的 感谢观看